在9月15日进行的中超第二十二轮一场焦点大战中,上海申花主场1比1,战平江苏苏宁,虽然没能借助主场之力复仇对手,但是能够止住此前的连败回事。 对于现在的申花而言也是一个较好的结局,不过,相比最后的结果,申花对中一众年轻球员的表现,却让我们看到了希望,除了18岁小将朱晨杰之外,19岁的刘若凡在今晚的比赛中发挥一场出色。 在经过两年的中超磨练后,刘若凡终于能将自己出色的足球技巧运用到正式比赛中,而刘若凡在联赛中的出色表现,也给目前正寻找国奥队员的希丁克带来了希望。 在前不久进行的曼谷四国青年邀请赛上,刘若凡为U19国青场场首发,并在最后一场与泰国队的比赛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。 而事实上,这也是U19国青,在四国载上打进的唯一进球。 结果,凭借刘若凡的这粒金字般的进球,中国国青队1比0立刻泰国队,从而也避免了国青队小组垫底的尴尬。 而从国青队回到俱乐部后,刘若凡依然是身花主帅吴金贵以众的球员。 在今晚与苏宁的比赛中,刘若凡作为U23球员首发出场,相比另外两名U23球员朱晨杰和徐友刚,刘若凡的发挥无疑更加出色,而且也越来越有大将风范。 第五十六分钟,身花后场解围球给到刘若凡脚下,刘若凡面对张啸天和谢鹏飞的双人包夹防守,一记强势人球分过,将谢鹏飞过了个干净。 此后,他代求长驱直入,长途奔袭即六十米后,送出一脚船中,可能是之前的长途奔袭让刘若凡体力耗尽,导致他最后的船中没能控制好力度,被趴莱塔直接封堵,尽管最后的船球不尽人意。 但是刘若凡此前的一系列奔袭确实精彩,颇有当年贝尔的影子,堪称世界级奔袭。 仅仅两分钟后,登巴巴进区前沿分球,给右路插上的徐有刚,徐有刚顺势传中送到前点,刘若凡门前狮子甩头攻门,但没有顶出角度,球被顾超轻松没收。 如果刘若凡这季射门能够将球打进的话,那么他今晚的表现,绝对值得给满分。 今晚的比赛,为球队出战84分钟的刘若凡全场有24次出球,却送出全队最高的三次突破。 由此可见,刘若凡在今晚的比赛中,发挥到底有多出色。 遗憾的是,本赛季已为球队出场19次的刘若凡,迄今还没有打开进球账户。 尽管如此,已是国庆队第一得分手的刘若凡,依然是这个年龄段,甚至是97到99过奥年龄段最优秀的球员之一。 我们相信,有了在中超的历练,有了与世界大牌球星对抗的经验,未来入选西丁克国奥队的刘若凡, 并能成为国奥队的希望,我们拭目以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